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接自己忧郁的气质 成功引起了一个女服务员小美的注意 小美最后决定送醉醺醺的大炮回家 大炮起初是拒绝的 毕竟自己刚刚失恋啊 但还是招架不住小美的热情 败倒在了十六群下 看来快速忘记上一段感情的最佳方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啊 大炮开始带小美参观各种音乐厅 来显示自己的才华 两人也是喜欢上了彼此 开始了没修没造的生活 虽然小美和大炮在别墅里过得很滋润 可小美总是遇见一些灵异事件 比如浴缸里原本平静的水 总会无故泛起波纹 洗澡水洗到一半突然滚烫 别墅里的大狗也总是神出鬼没 无故嚎叫 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仔细听听水槽 还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原来洗手间的镜子里面 还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就是女主小花 难道小花死去的灵魂进入了镜子里 还是大炮把小花关在了镜子里了 都不是 原来小花并没有失踪 她只是想看看男朋友 在失去自己之后会不会伤心 以此来考验大炮的忠诚度 原来她之前从女房东那里得知了 镜子后面有一间暗房 通过单向玻璃 还能看到外面发生的事 于是小美就开始了作死 当晚她排好视频后就搬进了暗房 可刚一关门 就想起自己忘记带上钥匙 真是蠢到了家 无论小花在暗房里如何大喊大叫 外面的都听不到 小花只能在镜子里面生活 这下真的是没看到男朋友伤心 反看到男朋友和新欢在受恩爱 而且还全程直播 世界上最残忍的莫过于隔着玻璃 看着心爱的人跟别人浓情蜜意了 好在暗房内有一些过期的罐头可以维持生命 而小美也在房间里发现了钥匙 但她并不知道钥匙是干嘛用的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灵异事件后 小美终于发现了那个暗门 而小美心里也隐约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但她决定还是不开门 毕竟不想把自己的男朋友拱手让人 这就是爱情啊 过了几天后 镜子后面也没了身影 估计里面的人也死了 于是小美打开了暗门 看到小花躺在床上 就慢慢走了过去 突然小花直接拿起一个酒瓶 砸在了小美头上 然后抢走了钥匙赶紧跑了出去 并把小美关在了里面 这下小美反成了镜中人了 小花也没去找自己的男友 只是把之前两人的合照贴在了镜子上 而大袍估计内心是崩溃的 此时的她或许在想 为什么自己的女朋友老是喜欢玩失踪呢 电影也就此完结了 在爱情这场赌局里 没有人全身而退 最后却都伤痕累累 爱情一旦成魔 就会让每个人都暴露出不同的黑暗面